看完景點後都會找東西吃 下午已經沒東西吃了 喝一杯咖啡,肚子已經打鼓了 那裡有晚上7點的餐廳 因為小鎮,不像大城市那樣 我其實挺喜歡小鎮 是非常非常舒服 在那裡不需要做任何事 只要去走走沿著小路 做不到任何事 在小路走走,感覺很靜,又沒有人 那些人不相信,其實我是喜歡靜的 在寧靜的環境之下,可以一邊走 想一下,享受一下環境,真的很舒服 一邊走一邊走,我會找東西吃 那裡是萬無目的的 我剛剛去到那裡,留了兩晚 我走過一條小路,一條小巷 石頭,那裡是在古城裏 在小巷那裡 阿成,可以開一下照片 看到這間餐廳 那個氣氛很好 找什麼木頭 進去裡面 未進去裡面 我進去訂位 我早了 因為我三點多,我喝了一杯咖啡 都是四點鐘 去到那裡 晚上七點鐘才開門 我進去,我可不可以訂一張桌 我一個人 沒問題,你七點鐘再回來 我一直走走小鎮 走走那個羅馬鬥秀場 走到那裡,到七點鐘差不多了 走回去,下一張小巷 麻煩你,已經看到全書了 幸好我早兩小時 看到有兩夫婦 想進去裡面,裡面那個經理都說 今天不可以再收客 原來這間餐廳 在當地的小鎮 其實也是幾受歡迎的一間餐廳 我先進去,因為有兩個人先進去 我是第三個人進去 後來是全部滿了 但就算全部滿了 你看到幾張桌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七張桌 他有個好處,不及香港 香港很麻煩 在門口排了一個長龍 沒有的了 你排也沒有用 有幾次是要求別人 我告訴別人 試過有很多漂亮的餐廳 我進去,太遲了 我們今天沒有位置了 你知不知道我後來怎樣 因為我不想錯過了那間餐廳 例如我做個研究 找個資料,是蠻好吃的 我真的想去那裡吃 我就跟經理說 你給我30分鐘 因為法國人吃飯要慢慢吃 哇,三、四個小時 我說你給我30分鐘 我進去吃了前菜,主菜 我連餐廳都不吃 你給我30分鐘 我想試一下你的菜 有一、兩次是可以的 但有一、兩次是不行 我們公司規矩 只是收那麼多 廚房沒有那麼多 我說多一個人不多 他說不行 有幾次真的 你大吃 好,石成,你可以慢慢吃 我那天就在這裡吃 這個環境 挺好的 如果你要包牆 包牆 在這裡真的一流 氣氛好 因為法國很多地方 都喜歡用這些 磚磚石石 在古鎮裡面 即是在巴黎也是 巴黎 你看看你去哪一區 舊區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去巴黎 都是住一些 舊區 Western 什麼 Western 不是 差很遠 不是 Western 大哥 我不會住 你不會住那些 那些 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 兩、三層 很小 巴黎很多小酒店 挺有趣的 就是這樣的格局 好 阿成下一張 開始吃了 放些麵包室 麵包又是棒 這些肯定是他們自己 自己焗出來的 就算不是焗 一定 我相信他不是自己 真的焗 但他買回來再焗熱 一定在鎮裡面 只有唯一一間麵包店 應該是 玩兩間 買些麵包回來 吃之前 有客人之前 先焗一焗 拿出來 暖暖地 這是很重要的 開始點菜 下一張阿成 那天 其實 他的餐牌 其實不太多 阿成你先開餐牌 開餐牌 不太多 有Andre 那個是前菜 一、二、三、四 四個 五個 他這樣好 第一 做飲食業 叫做 唯二島素 唯二島素 我不會買很多食材 不會去茶餐廳 又有粉麵飯 又有雲吞麵 又有三文治 他的食材是新鮮 他是做這幾樣東西 我發現很喜歡這些 還有他有甜品 甜品只有四、五個 你可以只吃主菜 吃甜品 或者吃前菜 或者加上主菜 但我去到那天已經很餓了 通常我去吃這些 他的份量不太大 所以你去到法國吃東西 不妨可以吃全食材 例如有些套餐 我吃過有九道菜 我照樣是吃的 但吃完也不會吃不完 他真的讓食材很少 我看到一個餐牌 他走過來 嘩 你吃過全食材 要四、五十歐元 你去到這樣的地方 我的眼睛很利 我已經在路上計算了 省錢去老麥 火車站對面有老麥 去到火車站 對面一定有老麥 我就不去到那裡 難得你一個人舒舒服服 去玩 去玩就想要付錢 你要省就回家 不如不要出來 很貴的 現在買一隻龍蝦回去 他有幾個菜之外 他有一個前菜或主菜 of the day 或者dessert of the day 這個就是看他有什麼 當你看到這幾樣東西 你都不喜歡吃的話 你不妨問一下他 有什麼其他不在餐牌上面的東西 很多時候大廚準備 早上去買菜 準備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看到其他的東西 他會買菜 但是餐牌他會印不切 所以有一個就是 這個selection of the day 即是那天的東西 不是在餐牌上面 我問他今天有什麼 他說 我們有這個 我覺得挺好 雖然他又不是真的法國 但他用法國做法 阿成 開下一張上來看看 看到這個是什麼 下一張 但是更加近一點 意大利雲吞 但意大利雲吞 你看到有什麼不同 他只有手指尾 我想一折手指尾這麼小 他做得很小 我們在博洛尼亞 也有一些很小的雲吞 不讓我們買 我想買回香港 神經病 你記漏了些東西 我想買 他會問你 你什麼時候吃 我們還問 我們後天走了 我們回去 最快三天吃 那我不賣給你了 你不是在兩天之內吃 我是不會買幾串 是不賣給我 你買才會問你 你什麼時候吃 過三天 三天 去超市買一些 急凍或乾的 新鮮的 兩天之後不好吃 我多喜歡它 就是小小的 我想試一下 這個也好 這是什麼呢 意大利雲吞 裡面是包了些芝士 一定 各位 概念要完全不同 意大利雲吞 你不要想像 就算有肉的 都有芝士 沒有肉的 一定有芝士 意大利人 真的很喜歡吃芝士 跟你想像之中 有沒有鮮蝦 不會的 不會的 會不會還有些筍 還有木耳絲 你想好 你看到這個 它做得很creamy 還有看到有些黑色 一粒粒的 因為我們十月去 差不多是松露期 南邊的已經開始有松露 加了一些黑松露 那些皮碎 對 你這個錢 就是你看到 十多元歐元 你想一片片刨下去 當然是吃壞你 想也不用想 但是這個 我吃下去 我覺得這個很... 第一 它自己做 因為這些外面做 買不到的 這麼小粒 一定是自己做的 它做得來 那個醬汁又調得很好 還有裡面的芝士 它是用羊奶芝士來做的 所以加起來 嘩 進去的口感 又豐富 吃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 羊奶芝士 那種獨特的香味 羊奶芝士很嚇人的 要麼你喜歡 要麼你不喜歡 沒有就中間 還要是什麼羊做 對 山羊還是綿羊 又不同 那些 又是有幾十種給你選擇的 幸好它不是太重味 那些我都吃不到 這就是前菜 阿成 下一個 各位 如果你們去 就不要學歐地人前菜叫這個 叫完這個 你吃不到其他東西 因為如果你不習慣吃芝士 落不打三更 飽了 飽了不止 未來幾天 你想嘔吐 有些人很喜歡吃芝士 但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消化不了 胃裏沒有了那種東西 所以你們首先在香港試試 連續吃兩天芝士 看看結果如何 有些人吃得很順 有些人吃得肚子 肚子也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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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吃得多了 你一定要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